中国打击电炸,同盟军四处出击,昂山素季一派嗅到了机会,是否会借机重回历史舞台,中国的调停,又能否让各方放下武器,让缅甸重回和平,缅甸的是,怎么就这么难办,跨过时间赶至历史的温度,这里是妙文史,欢迎订阅观看。 12月28日当天,中国驻缅甸大使馆传来最新消息,提醒在国赶老街地区的中国公民迅速撤离,为了协助同胞完成撤离动作,大使馆也公布了相关单位的救助电话,在感谢大使馆提醒的同时,我们也意识到一个令人万般无奈的现实,缅甸的战火仍在继续,关心此事的网友们应该还记得。 12月14日当天,中方发言人毛宁曾表过泰,指出在中国的努力下,已经实现了缅军和若开军,德昂,国赶军的和谈,也达成了停火相关的协议,而且,当时这几支武装力量和谈的地点还放在了北京。 然而,到了12月20日左右,有报道称战火又继续了,当时,中国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再次提醒缅甸各方,保持停火和谈势头,保持最大克制。 应该说,这一系列的情况都证明,中国在促停这件事上付出了大量努力,甚至可以说,我们真的已经是人至一尽了。 毕竟,连北四大家族都被处理得差不多,大量该移交的人员也都移交过来了,按照一般逻辑,有些是我们大可以不管了。 然而,中国没这么做,我们仍在低调地做一系列斡旋工作。 只是,这件事为何如此棘手? 对此,近期俄罗斯专家提供了一个思路,他们认为,整件事情背后就是美国人在搞鬼,而且美国到现在还在继续向缅甸各方施压。 持这一观点的俄罗斯专家很多,其中最有名的是俄知名学者,外交官扎哈罗夫。 扎哈罗夫认为,一,美国人在缅甸做的事,跟他们在菲律宾,越南干的事,其实本质是一样的,目的只有一个,让中国的边境地区局势更加复杂。 二,同时,扎哈罗夫还认为中国希望在缅甸打造一个安全圈,以实现一条能绕过马六甲海峡的能源通道。 这一通道的打通,对中国意义重大,美国人正是看清了中国的布局,于是挑起了反叛军的活动。 如果扎哈罗夫的话是真的,那很多事情也就解释得通了。 现在的问题在于,中国接下来该如何实现停火,目前,缅甸国内的形势已经相当严峻了。 一方面,缅甸军政府虽然总体实力并不弱,但一拳难敌四手,民帝武数量实在太多。 另一方面,虽然同盟军和中国关系不错,但并非每一支民帝武都是如此,中国也不可能同时和这些民帝武都建立起联系。 此前,国内也有专家提出过,缅甸既然都乱成这样了,那咱们是否可以考虑用水运来取代缅甸国内的这条能源通道? 说实话,这话听起来挺有道理,是个替代方案,但关键就在于,近期红海局势已经告诉咱们一个事实,水路也很容易被卡脖子。 特别是在现在世界多事之秋的情况下。 综上,目前缅甸的情况,恐怕中国还是得迎难而上。 好在,因为边境子弟兵的努力,中缅边境地区一直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因此,接下来我们还有时间,办法是人想出来的,相信政府能处理好一切。 在西方国家传统的圣诞节之日,尽管缅甸北部的局势仍紧张不已,但冲突各方仍然保持着乐观心态,积极为庆祝节日做好准备,位于老街市中心的米昂来将军府邸,成为四大家族首脑,齐聚一堂的场所。 此时此刻,他们似乎忘记了战争带来的伤痛。 反而在欢乐的氛围中,相互庆祝着难得的聚会,而在隔壁的国感同盟军总部,原新闻发言人与其他高官共相胜举,与军人一道分享着节日的喜悦。 在过去的几天里,国感同盟军的行动暂告一段落,他们在取得多次战役胜利后,开始布置小规模庆祝活动。 12月23日,国感同盟军宣布成功攻克南天门与大水塘两个重要据点。 战争专家表示,这不仅巩固了基地的防守地位,还使得敌人无法从内部侵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大水塘据点的缅军指挥官落入困境,不得不束手就擒。 紧接着,同盟军乘胜追击,于次日成功占据了观音山以及相关设施。 至此,老街市的所有主要资源都控制在己方手中,这一系列行动撕裂了对方的防线,有效地削弱了对手的力量。 鉴于白锁城的远程控制机构已经崩溃,缅军也失去了抵抗能力。 与此同时,老街市区的建筑也受到了战火破坏,残垣断壁和废墟随处可见,建筑物与生活用品被毁坏无遗。 更令人惊奇的是,连缅军头目白锁城的居所都未能幸免于难,尽管目睹自己的家园遭到严重破坏。 缅北地区的人们依然坚定地支持国感同盟军的行动,在此次战役过程中,他们积极配合并积极提供情报,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而另一方面,尽管面临困难重重,缅军却依然表现出顽强的战斗力,尽管缅军尚未显露出完全放弃抵抗的迹象。 但现在看来,他们的失败几乎已成定局。 接下来,缅北地区的局势将如何发展,上代后续观察。 此次战役中,果敢同盟军展现了强大的火力和出色的战术,成功占据了多个关键据点。 虽然未来的形势依旧复杂,但我们坚信他们会延续当前的表现,并且一定能够赢得这场关键战役的最终胜利。 缅军和米昂来当局虽然受到了沉重打击,但是战事的最终结果并不明朗。 一方面,缅军和电炸武装虽然基本丢掉了老街,但是缅军目前在果敢还依然坚守着非常坚固的米线沟据点,依然有吞吞敏和莫绝杜两位准将坐镇,并且缅军在这里至少有旅集部队和装备优势,果敢地区战事也并未尘埃落定。 而且,缅军主力依然有30多万人,并且拥有包括先进的乌克兰制造的T-72系列坦克在内的坦克数百辆。 再加上空军部队的优势,这些武装力量其实目前依然没有伤筋动骨。 所以综合来看,鲍有祥的瓦邦联合军短期内应该不会参战,但是不参战并不意味着不参加,目前包括国敢同盟军,还有德昂军等民地武,手中的武器装备有不少都是具有一定的军工生产能力的瓦联军提供的。 也许只有等到缅甸的局势完全明朗之后,精明的鲍有祥才会最终选边战队,带着他的十万大军站在必然会取得全面胜利的一边。 新上任的阿根廷总统米莱。 一上台信心满满,他提出经济全面美元化,削减部门机构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希望扭转阿根廷的困境,让阿根廷走上快速发展之路。 此前,米莱政府请求中方允许两国货币互换,扩大上届政府与中方达成的货币互换协议,此举可缓解阿根廷的债务压力,帮助阿根廷节约财政,但是中方没有同意他的提议。 此外,米莱一直在考虑是否加入中俄为首的金砖国家,因为加入这个最具发展潜力的平台,将会给阿根廷带来意想不到的变化。 那么,在美国圈子和中俄之间,到底怎么选呢? 据俄媒报道称,阿根廷总统米莱写信给中俄称,阿根廷拒绝加入金砖国家,成为其中的一员。 金砖国家是以中俄为首的新兴经济体的平台,随着中国实力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国家想加入。 而南美最大的国家巴西便是其中的一员。 米莱现在拒绝加入金砖国家,虽然不会对金砖发展产生多大影响,但会改变阿根廷的前途。 要知道,阿根廷面临着高通账、高债务、暴力等种种问题,想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得发展经济,而中国已成为拉美国家优先贸易的对象。 借助中国市场,走上快速发展之路,是各国的上选。 米莱放弃加入中俄圈子,真的想要导向美国吗? 事实上,米莱一直是个名副其实的亲美派。 她在当选不久之后,便单独到访美国。 她主张的经济美元化,完全是向美国看齐,希望依靠所谓的经济自由主义来摆脱困境,米莱拒绝加入金砖国家。 旨在向美国示好,她在告诉美国,阿根廷永远是美国的好邻居,不会让他国燃指美国后院,当下的世界走向多极化趋势。 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日益衰落,金砖阵营将带领世界走上发展之路。 现在的金砖拥有11个成员国,人口规模超36亿,GDP约有30万亿美元,市场之大不容小事。 米莱缺乏长远目光,放弃金砖国家,向美国示好,只会加剧阿根廷的危机。 美国虽然把阿根廷看成一个重要的小弟,并希望扶持米莱这样的小弟,但那是基于美国的地缘利益考虑。 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从来没有利用自身强大的经济投资能力带动周边国家的发展。 反倒是用强权手段干预古巴委内瑞拉等国局势,搞得拉美地区对美国颇为不满。 米莱做出的选择显然不利于阿根廷的发展,金砖国家不会因为少了阿根廷而不发展,但阿根廷会因为不加入金砖而变得更动荡混乱。 对美国来说,周边国家越弱,美国越放心,米莱的选择满足了美国的战略心理。 一个国家要从本国实际出发,制定出更好的发展策略,而不是为了讨好美国而放弃发展机遇。 对此,你怎么看?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 这里是妙文史,订阅我,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